大家好 我是Derek 今天在温哥华最后一天 我坐7点多的飞机走 但走之前我还有一个地方 我很想很想很想去 尤其是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是超级出名 也有人说全世界最好吃的点心 并不是在香港 而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Richmond 而且真的要很贵才住在这里 这个楼价很贵 Richmond 其实就是北美洲华人最居地的地方 有70%多都是移民人口 当中有70%多都是华人 所以整个区域基本上都是中文 不用用英文沟通 只是说广东话你都可以生存到 因为以前很多香港人移民到这个地方 所以有无数的亚洲食物 无数的香港食物 我刚刚在IG问了大家有什么食物 我现在已经收集了几间不同的餐厅 Asian food I'm coming 好夸张 这些情景真的在亚洲才看到 即是你在外国怎么会看到有人在外面打乒乓球 Club One Cafe 会所一号 好了 接着我们来到就是Richmond的一个Club Big Market 听闻里面有很多东西吃的 进去 我进来已经闻到那股街市的味道 是很熟悉很熟悉的那股街市的味道 看看有什么 这些楼梯呢 多久没有见过这些配色 我想荃湾站外面还是这些配色 但是香港真的很久没有见过这些配色的楼梯 好了 进来了 你现在看到这里的设计呢 好像回了九十年代的香港那样 其实是一个Club Big Market 和Granfield Island很相似 只不过它全部都是中文 它们所有的广告牌 所有的食物的牌 全部全部都是中文 有些旧的书店 而上到上面那一层呢 就是一个food court 例如排骨啊 腸粉啊 我看到那个腸粉好像挺好吃 现在去买个腸粉 好了 我叫了些什么呢 我就叫了一个三寶腸 那样 但是呢 你会见到它的腸粉呢 全部都是手渣的那只肠粉 是很旧式的那只 在香港很少机会可以吃 这些想不到来加拿大可以吃到 那它的三寶腸呢 大概九元 但是它就会送一盒萝卜糕给你 来吧 试一下先 哇 你看看一条腸粉 超绵啊 嗯 好滑 果然是手渣腸粉 都真的可以吃出回来 香港呢 街头那种味道 其实刚才进来那一下呢 已经是街市的味道 一进来那一大力索 已经是街市的味道 对私香的朋友 可能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炒饭啊 炒面啊 台湾牛肉面啊 那个是不是 啊 伤送饭啊 哈哈哈哈 还有些 bubble tea啊 有些小食 那全部都是香港 或者中国 或者亚洲 那些食物 所以呢 如果那些人在这里住呢 私香的时候 在这里一定找到你想吃的东西 神经病 那再远一点呢 其实就还有些牙 我看到就还有些牙医疹所 还有那些 还是看脚的那些 真的不错 温哥华 真的温哥华 这些东西真的 你不在亚洲很难有得吃 但是呢 再仔细一看呢 其实很多都是简体字来的 那我想这里现在呢 主要都是吃大陆东西 比香港的东西 其实呢 这里呢 所有东西都很集中的 全部都是步行范围 你就可以去到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走去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 顺便看一下呢 究竟有多少中文字 Oh my god 连周大福都有 即将开业 有个夸张 这里呢 你看汇丰银行 然后上面有sky train站 然后这里呢 就是周大福 即将开业 连对面那些东西呢 全部都是中文字 即是Morris 应该是外国品牌 但是它写中文字 连Ministro都有 一番板的番板 都可以在这里开 蛋撻波罗游 这个阿巴甸Center呢 正正在Richmond的中心点 那里面呢 其实超过160间店铺 但是全部 是全部 都是亚洲东西 进来呢 你基本上不识识英文的 你看 红丝虎牛肉麵 德寶珠寶 同仁深容药 车神汽车精品专门店 全部都是中文 东升珠寶 哇 连三连书店都有 香港倒闭了 基本上呢 这里整个商场呢 你看看 连楼下的摆设 就是你普通呢 那些西式商场 你是不会见到 这些摆设品的嘛 它是做回了 亚洲 香港所有商场 所做的所有东西 奥禅 这些牌子 在外国是不会有 但是不出名的 那我来这里呢 就当然不是来逛商场 我是找到一样东西 我很想吃 在这里有的 就是 鸡蛋仔 立即买了 哇 它连烧迈都有 不得了不得了 要一个原味鸡蛋仔 加一个烧迈 我是说广东话的 我是说广东话 落单的 好痴 周杰伦 基本上呢 我现在在里面整个商场呢 我听到很多都是说广东话 就好像你回了香港的商场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的 还听到一些 好地道的港式粗口 在后面 哈 够了港式 那我试一下这个鸡蛋仔 其实呢 它又不是马上做给我的 我想应该都是一样的 都真是普通 但是 吃得回那种味 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好 那这个烧迈呢 看上去很差 我想吃下去应该都很差 的确很差 嗯 很难吃 就是 发展了这么久 其实是不是有些好吃的烧迈 我不知道 不过呢 这里整个感觉 都真是很亚洲的商场 所以就是你前面看的景 很漂亮 有些树 看得很细细的感觉 大部分的人都是 说广东话 亚洲样 所以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些人说 你不懂英文 都可以在这里生存 就是因为 真的不用说 有够瘋子 但是真的很难吃 嗯 还有一样东西 要买 咦 由阿巴迪Center 出了来 我发现 有第二个商场的名字 很熟悉 中环广场 就连个塔尖都做到 跟中环广场一模一样 这里又是连着几个地 旁边就是 就是中环广场 旁边就是百家店 又是那些 数码冲印 眼镜店 DHL 欢乐假期 那些公司 又有点点食物 如果不会说英文 然后走过来这里 一定有一个 懂得说中文的人 来服务你 还要什么店铺都有 那这个商场呢 这个八加八呢 就比阿巴迪Center 够不少了 真的好像以前的 一些屋邨 旧商场那样 大家看到的装修 都已经觉得是 连那块灯牌呢 哇 你们是多新潮 连那块灯牌呢 都够过人的 哈哈 那就是一些发型屋 又有些食物 那样 这里有鸡蛋仔 当你走进来的时候呢 你完全不觉得自己 是来到加拿大 直接就是香港那些 旧式屋邨商场 你看前面 香港酒楼的格局 摆上了 那些酒楼椅 是一模一样的 看看这里有什么菜 有糖凹 散菜 白菜 芯 菜苗 芥菜 辣椒叶 芥兰苗 也有 芥兰 最重要有芥兰 油菜 菠菜 连这些旧式的租碟店 在这里都可以 还存在 究竟这个是什么年代 分分钟 我觉得时间在这里 比在古巴更凍结 其实呢 我本身就是想试一下泥都 因为那些人说里面的 蛋撻和菠萝油 都挺好吃的 但我真的太饱了 吃不下 而且里面大部分的人 都是上了年纪 白色头发 坐在那里打凳的人 所以和我的商场都挺合 离开之前 又怎样少得要来到 大统华超市呢 这些都是华人的聚居地 那究竟 有什么卖呢 进来我已经很豪然 因为我看到各式各样的菜 因为那时候 在英国其实 不是有很多菜可以卖得到 但是这里的种类 分分钟 我觉得比香港的白街更多 金菇菜 山菜 白菜仔 芥兰 什么都有 连山竹 你都可以看到的 而最令我哗然 这个超级市场里面 是有我们在香港见到的鱼缸 就是你可以买到活生生的海鲜 各式各样不同的鱼 虽然我说不出是什么名字 但是有很多鱼 三文鱼 还有打火炉 或者是宵夜食用的丸 你都可以在这个超级市场里面 买到 肉更加不用说 整个季都是 猪肉一样 猪手也有 就连鸡脚 这些这么不吃的东西 他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鱼甲 另一样东西 我们要看的是杯面 究竟有什么种类呢 我发现他也是有很多种类 新辣面 出钱一丁 基本上整个季都是 自己看 其实这个T&T超市 是大到走得很远 有没有香港的宜家家司那么大呢 可能有一层香港的宜家家司那么大 炮菜也可以整个季 然后我们就要找 我最期待最期待最期待的 烧米究竟有没有 究竟有没有呢 有没有呢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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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所找到的東西 這裡都會找到 可能有個疼 就是珍珠奶茶了 到處都是 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Oh so cool The trunk Wow it's like a transformer The side here Windows The side here Tesla表演好不好看 剛才是橫車的人突然跟我說 有沒有看那個Tesla表演 然後他就突然向我看 他就突然向我看 我看你的航空的航空 嘩 剛剛有機器都說 Cancel了 大家聽到 機師突然關機 找不到人代替 就整個機器 cancel了 然後那些人全部要延遲 最少兩個小時 沒錯 當你看到我在這陣子的時候 代表我都已經進來機場禁區了 準備去下一個地方 進發 還沒回香港 10天 Vancouver之旅 都來到尾聲了 這個地方給我的感覺就是很輕鬆 和大自然是很融為一體的一個城市 就是他有所有大自然給你的東西 例如滑雪 啊 行山啊 Kayaking 等等的所有東西 你都可以在這個城市那裡做到 還有來到加拿大 才真的看得到什麼叫做多元文化 就是好像Richmond今天這樣 就算你是一個不同的種族在這裡生存 你是可以將自己固有的文化是不需要沒有了的 你是可以將那個文化來放在一個地方 然後那些人是會appreciate你的文化 去跟你共用 就是他不會覺得你那個地方全部都是中文字 吃完你全部亞洲的東西 是跟這個地方不融合 我都是會看到一些外國人是會來Richmond 去TNT去買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也真的很有趣 你想想在一個完全西方的地方 竟然是可以有一個這麼大的Chinese population在這裡生存 還要有在香港可以吃到的東西 但是首先要並且Richmond 你才可以在Richmond居住 所以這個旅程在Vancouver的10天就完美結束了 那現在我就會再坐下程飛機 啊 沒再說話 去下一個目的地 那究竟在哪裡呢 你看就知道吧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 subscribe我的頻道和follow我的IG 想最一步支持我 就去了解我的會員制度 以及去Nevernal的了解我的Prince 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Queens